哇 浪哥快看啊 好多集合在了这儿 好了好了 秀儿 咱不看了 站稿巡逻去 早晚有一天啊 咱们也会有自己的载具的 对呀 秀 秀妈妈 不是 阿姨 你干嘛 哼 浪小子 我都看到了 你一枚房二枚车 还让我家姑娘跟你上班受苦 从今天起没有房和车 别想找我家秀儿了 哦 懂了 那个阿姨啊 我浪小子也有车 您就瞧好吧 鸡上我先按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鸡上我先按小摩托 哎 怎么样阿姨 咱这车够拉风吧 哎哟 我的老腿啊 可疼死我了 哎哟 阿姨 都是我不好 啥也别说了 如果你不买一辆 正儿八经的车 秀儿这蛋搭子 你是休想在座了 哼 阿德 兄弟们 这个如何是好啊 都来给浪哥出出招吧 过来 浪小子不要着急 我有办法 大佬 你有啥两侧啊 我知道一个卖车的地方 款式多多 价格实惠 你可带秀儿母子俩去看看 哦 哈哈 好好好 我相信大佬的推荐 来来 兄弟们 认为浪哥 可以买到让秀妈满意的车的 就扣一 认为买不到满意的 就扣二 但是我相信 这爱粉 肯定都会扣一的 对吧 必须的 到了 就这里 哎呀 我跟你说 今天这家卖载具的 款式有很多 保证有你满意的 哦 那我可要好好挑挑 欢迎光临 本店载具导演化 价格还实贵 那个 老板 你给我们一一介绍介绍 没问题 那我就先介绍第一款 这款载具的灵感 是来自古代辣妈厂的实际 可观能可以实驾 让我试试 走 这小车不错呀 够犀利 够拉风 不错啥不错 这跟马夫有啥区别 不行不行 这款不满意 咱们就看下款 休息飞燕一号再去 哎 飞燕一号好啊 这可是我的最爱啊 阿姨 挑好了 我可是驾驶飞燕一号的高手 来吧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阿姨 您要不要上来 我带你飞让一飞 没事没事 咱们还有第三款 双印垃圾桶载具 可以两代乘坐垃圾桶 回头绿钢脏笛 第四款 高方吐吐车 开着宽载具载弹 接着先说 鼓鼓情商场 第五款 马桶载具 这宽载具可了不得 为了防止开船的时候肚子疼 可以扁开扁拉哦 第六款 艾瑞八弟 这宽载具可是刷油弹者的 非常的喜悠 嗯 不错不错 价格还实惠啊 阿姨您看 就要吐吐车和艾瑞八弟吧 你和秀儿开吐吐车 老娘我就开艾瑞八弟 嗯 好的 老板结账 我们要高仿秃秃车 和艾瑞八弟两款 过来 浪哥 老妈 等一下 你俩千万不要买这种高仿载具了 地图工坊和庄园都可以一键生成了 啥 可以一键生成了 对呀 我也是刚刚知道 就是建造机关那里有个载具 你可以自由发挥 想组建什么车 就组建什么车 哎呀 差点就花冤枉钱了 走 咱们快点回去 老娘也要建造一辆 属于自己的载具车 哇塞 这道贼的牙子就这么贼了吗 哎呀 我 我